想化妝又不想要有重度粉感 拿下口罩还可以见人的清粉底跟湿底乳 让肌肤好呼吸又清纯可人 哈喽大家好 我是Vogue美容编辑正方 最近啊大家会不会因为常常戴口罩 而省略了很多化妆步骤 很多人不喜欢口罩沾上了粉底液 会觉得很脏 所以就不想戴口罩了 今天我就介绍几款清粉底跟素颜乳 让你不会弄脏口罩哦 像我最近啊因为常常戴口罩 我又不想要完全素颜 因为有的时候口罩还是要拿下来嘛 所以我都会选择比较清淡型的粉底 或者是直接使用湿底乳或素颜乳 因为这两个东西啊就是它质地比较轻 有微微的修饰效果又不会妆感很重 所以我的口罩的内侧就不会一直沾染到粉底液 那如果你是这种想要一点点妆感 又不想要口罩太脏的人 就可以选择使用湿底乳或者是素颜乳 我今天第一瓶啊就是要介绍这个NARS的素颜乳 那这瓶素颜乳其实你看起来超级像粉底液 那它其实是一个妆前使用的一个水光素颜乳 那它挤出来啊会让你觉得它其实就是一个粉底液 可是啊你推开来之后 它其实马上就可以融入到肌肤 它比较没有太大的修饰效果 可是你擦完之后啊你的皮肤啊会有一点就是微微的修饰感 而且它里面啊使用了一些保湿成分就是Hohoba的保湿成分 让你的肌肤可以保持比较久的一些湿润感 那其实它这一瓶当初设计是给妆前使用的 就是在你要上底妆之前使用你的皮肤就会保湿 可以让后续的底妆更持久 那如果现在因为你不想要有太浓皱的妆感 那直接选择这一瓶素颜乳 就可以让你的皮肤比较有光亮感 而且有点修饰的效果 第二瓶啊我要介绍这个超级可爱 跟我今天穿绿色很搭的这个娇蓝的毛孔身影 妆前凝露 它其实昵称是小酪梨 因为它是绿色的嘛 这个绿色是取自于酪梨的那个成分 酪梨可以其实可以帮肌肤抑制出油的状况 使用起来跟湿底乳比较不一样 因为它是属于比较水的质地 你看比较没有润色的效果 可是其实我觉得它蛮神奇的 就是它一推完啊 本来是很水嘛 推推推之后啊 它就会在肌肤表面形成一个很干爽的雾面效果 那这个干爽的雾面效果其实有很多好处 就是如果你之后戴口罩 它不会湿湿黏黏的 它有一个干爽的效果 本来是设计妆前使用 它其实蛮好的 就是它要让你的肌肤可以在保养品上完之后再上它 可以让前面的保养品再发挥更好的保湿滋润效果 那后面呢又可以帮后面的粉底可以有持妆的效果 那如果你后面不想要再上任何的底妆 你光上这个其实皮肤变得很干爽 而且毛孔比较看不见了 所以如果不想上底妆的人 我推荐可以使用这一瓶 那如果你还是想要一点点清感的粉底液的话 其实它去年也推出了这个同系列的这个粉底液 那也是属于清直的粉底液 再轻轻地拍上它 其实妆感就可以很清透 而且不沾口罩 接下来是这个Orbis的这个适底乳 它是属于薰衣草的颜色 那这一瓶啊其实蛮适合就是皮肤容易出油 就是一些比较容易长痘痘的人 因为如果这些皮肤容易出油的人戴着口罩 它真的可能会有一些闷痘的现象产生 它里面是有一些粉末 它就是可以吸附一些油脂 可以控制肌肤出油 那你使用前啊最好摇一摇 让这个粉末混合比较均匀 那挤出来的颜色就是那种薰衣草籽 就是带一点紫色的薰衣草籽 那如果你的皮肤啊比较容易暗沉啊 或者是比较黄 有点互补的颜色 可以让你的皮肤看起来比较清透一点 那我自己啊觉得这一款蛮适合 真的是油性肌肤的人 擦完之后就是皮肤的表面 也会有一点雾面的效果 不会油光满面 另外啊就是还有一个我觉得蛮不错的地方 就是它里面有SPF40 跟PA3个加的那个防晒系数 那如果你想要拿下口罩去透透气 到户外的话就算是外面有大太阳 你也有一个一层很不错的 适色的防护保护 我觉得蛮好的 接下来我要介绍倩碧的这个亮眼乳 其实啊亮眼乳是他们最新推出的一个 也是妆前用的一个乳液 那它这个乳液啊 其实它里面还有一点玫瑰光的栗子 所以你在妆前使用啊 皮肤就会看起来有一点点微微的苹果光 那它其实这个亮眼乳里面有一些特殊的设计 就是它中间有一个管子 是它的精华液 你有三种不同的精华液你可以选择 那我今天啊用的是樱花萃取的精华液 那这个樱花萃取因为含有绿茶玉露的成分 所以可以稳定肤矿 那我觉得像现在这种季节转变的时刻 又常常戴着口罩摩擦肌肤 真的很需要一瓶就是可以稳定肤矿的亮眼乳 挤出来是这种淡淡的粉红色的一个乳液的材质 然后呢涂完之后啊其实里面有一些细小的粉红色的亮光 可以让你的肤色看起来有好气色 如果皮肤比较苍白或者是暗沉的人 真的可以让它让肌肤瞬间亮起来哦 像长时间戴着口罩啊 我们就一直在呼吸自己涂出来的二氧化碳 那口罩里面啊其实是一种很闷热潮湿的环境 如果这个时候啊你又再上一些比较黏的那种气垫粉饼 或者是比较滋润型的保养型粉底 那应该里面就会脱妆到一个不行的状态 所以彩妆师都建议啊现在这个状况 你一定要把你的粉底改成比较轻薄的粉底液 就是比较透气然后不晕染 另外啊就是如果你平常出门的时候 喜欢擦很多比较滋养型的乳霜 或者是一些保养品 你也可以不要再擦了 因为那些东西都可能因为戴口罩引起闷热感 那那些滋养型的保养品就放在晚上的时候再擦 白天就使用比较清爽的 你可以改变一下用你的指腹来上妆 因为手指头来擦粉底液的用量你比较好拿捏 擦比较少一点点粉底液 有一点修饰效果就好了 那第三个啊我觉得也是一个妙招耶 就是可以改变你的上妆顺序 一般人啊上粉底通常会喜欢从脸颊这边开始上嘛 因为这边是最需要遮瑕的地方 那现在因为戴口罩 所以这边的地方可以上比较少的粉底液 所以我就建议上粉底的顺序可以先从额头 因为额头是白天都会露出来的地方 就是这边用比较多 然后再慢慢慢慢地涂下来 那就是你在你的脸的下半部 其实粉底液的用量是最少的 所以这样子你的口罩就比较不容易沾到粉底液啰 比较清爽的清粉底啊 我第一个就推荐这个克兰斯的逆时光的粉底液 它其实啊是一个乳霜的质地 可是抹起来却非常的清爽 那是去年才推出来的 它里面其实啊也是有一些保养的成分 可是擦起来我真的觉得还蛮清爽的 那它推开来啊其实 因为它是乳霜的质地嘛 所以它擦起来就像保养品一样 所以擦完之后啊 其实皮肤是有点润润的保湿效果 那这一瓶啊因为很多人会觉得说 带了就是带上口罩皮肤会很容易就干什么的 那它其实就可以让你的皮肤比较长时间的保湿 同时间啊也可以让就是肤色比较暗沉的人 有修饰效果 其实也可以是蛮好的选择 那除了这一款啊 其实我这边还要偷偷介绍另外一个 也是克兰斯他们家很厉害的粉底液 那这个其实是大概在暑假 或是下半年才会上市的 因为实在是太可爱了 这个是一个牛奶瓶的一个粉底液 那它也很适合这种比较清爽的气候使用 你看它是牛奶瓶嘛 它挤出来其实是白色的牛奶的质地 白色的 可是它是粉底液耶 大家不用太紧张 待会把它涂开来就知道了 因为你看你一涂越涂 它就会变成肤色 对你看它就是会变成肤色 而且我现在在涂的时候 就有一点水蜜桃的味道 我真的觉得很适合这种清粉底的时代 它有点些微润色效果 而且皮肤啊就是有点淡淡的修饰感 我觉得也很适合现在使用 而且它的味道真的是水蜜桃的味道 非常的香 接下来是这个苏苦的最新的升级版的粉底液 它是属于比较低管的形式 那我觉得啊如果你想要一种很素颜妆很透的感觉 这一款也很适合 其实啊就是还蛮滑顺的 擦起来是滑滑的感觉 因为它是用一种很轻的油脂 去包覆一种半透明的片状粉末 所以呢它就有遮瑕的效果 同时也非常非常的滑 那你上完之后啊 你的皮肤啊 是带有一点透透的光泽感 那我觉得也会让你看起来很健康 那如果有人想要有点保养的效果 它里面啊其实也加了一些绿茶、月桃、秋葵、橄榄液的保养成分 所以让你的皮肤看起来有淡淡的光泽感 接下来是这个Make Up For Ever的一个新的超进化的粉底液 那其实这瓶不是新的啦 只是它有一个专门为亚洲再推出了一个新的颜色 就很符合我们这种黄皮肤的人 大概是252号这个颜色还蛮不错的 那这瓶为什么要拿出来再讲呢 因为这瓶啊其实它当初设计就是这个High HD 高画质设计的 所以其实只要淡淡的一层 它就可以在肌肤上有点覆盖薄纱的效果 有点点柔胶的效果 那其实也可以让你做成一个尾素颜的感觉 然后呢它擦上去啊也很好推抹 擦完在肌肤上面啊 会有形成一个3D的凝胶薄膜 那这个3D的凝胶薄膜啊 就可以把我们的皮肤上一些细纹啊 就把它抚平 然后呢会变得比较平滑 然后另外它也添加了一些保湿的因子 所以你擦上去皮肤也会有点保湿润的效果 基本上啊 画了粉底再戴上口罩 真的很容易就让口罩沾上粉底 那你到底还不要定妆呢 有的人真的很习惯定妆 可是那个定妆的粉末真的是 很经不起考验 如果你还是真的很想要定妆不可的话 其实下游两个非常好的东西可以推荐 第一个啊我要介绍的就是这个NARS的裸光蜜粉饼 像我这种比较容易出油的啊 夏天真的很需要用这种蜜粉饼来定妆 那你看这个NARS的这个蜜粉饼啊 其实你看看起来就是完全的白色 很多人一看到这个白色真不知道 它到底有没有效果好不好用 其实现在这个时候最适合拿来用 那它的白色其实粉质非常非常的细 你看真的是有点白色的珠光效果 看起来啊其实是白色 那擦在脸上其实就是完全的透明 然后它可以就是一拍在肌肤上面 就会形成一个雾面的质地 就是一层透明的雾面薄纱 然后它有一个独家的控光技术啦 所以呢其实你擦在皮肤上面 其实你的毛孔也会比较被隐形 变得比较看不见 所以你擦这种透明的这种定妆蜜粉 在口罩上面其实真的掉了都看不出来 第二个啊是这个Make Up For Ever的这个蜜粉饼 它其实跟刚那个一样也是都是一个 哇你看就是完全的白色 它其实标榜一抹一秒零油光 就是那种皮肤比较容易出油的人 它也可以帮你抑制油分的产生 那擦在皮肤上面啊也是会变成一种雾面的质地 你看我这样它的粉也是非常细非常的滑 然后它其实看起来就是比较白色的粉末 那它可以在你的脸上吸附油脂 让你的皮肤变成雾面的效果 就算是晕染了 它也就是肤色看不到颜色 所以口罩也是不会脏的 今天介绍了这么多素颜乳 势底乳跟青粉底液 希望你可以戴上口罩或脱下口罩 都可以非常的漂亮 如果你还有什么其他彩妆保养头发的问题 欢迎在下面留言给我哦 我们下个礼拜五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